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下 今天的这节课的第二个知识点 那就是左而右六 那么为什么要讲左而右六 刚刚已经解释过不再追溯 那么左而右六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工具 那么很多人说老师我一个长男句 我看了太长之后我就无法翻译 无法翻译的原因是什么 你不知道左而右六对不对 那么我讲完左而右六之后呢 你大概就应该就知道了 那么什么叫左而右六 左而右六讲的是一个西方 就是英文的这种语言 它的一个名词短音的一个构造的一个办法 那么通常情况呢 我们把它叫做一个核心的名词 它的左边可以跟两种结构 一个核心名词的右面可以跟六种结构 所以简称为左而右六这样的一个原则 那么左而右六呢 它说明了最后一个问题 说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那就是英文是一个中心词在哪边 中心词在哪边 比如说我们说中心词在哪边 它中心词在左 是不是 它修饰的成分呢 Modify全部放在右边 然后呢 而中文是什么 中文是中心词在右的这种语言 是不是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你比如说 我们可以写一个字 比如说我们说人 对不对 我们说人 OK 比如说人 OK 那么大家能看清 那我们中文说一个人 对不对 可以吧 那么一个是一个什么 一个是一个 形容词是不是 这个adjective 那么它是个形容词 一个人 那么一个戴眼镜的人 你会发现 这个形容词 它还是放在这个人的前面 对不对 一个戴眼镜的人 好 我们可以说 一个戴眼镜的教语法的人 是不是 一个戴眼镜的教语法的 长得不怎么样的人 所以中文里边 它所有的形容词 都是放在核心名词的左边 所以中文是中心词在右 是不是 这是中文 那而英文的是什么呢 英文呢 我们看一下 人 人 我们可以说man 是不是 也可以说human being man 一个人 很简单 也是在他的这边呢 man 是不是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一个戴眼镜的 一个戴眼镜的人呢 说wearing glasses man 你说老师好像不带对 那一个单眼镜的教语法的人 wearing glasses man teaching wearing glasses teaching grammar man 你觉得老师这不对了 应该是man who wears glasses and teaches us grammar 对不对 就是说后面是两个后制的一个结构 对不对 那么你可以发现 那也就是说 后面的英文的话 就直接变成了 又是两个幼稚 对吧 a man wearing glasses 我们可以用现代分子 做后制定语 对不对 who teaches us who teaches us 啊 grammer 对不对 所以说它是一个幼稚结构 整个的幼稚 那么也就是说中文 英文是中心词在座 那么我们看出这个区别之后呢 我们就知道 我们在翻译的时候 应该怎么翻译 应该把英文的幼稚结构 全部提前就会变成英文 变成中文 是不是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呢 主要就是要解决长修士 而长修士的本源就是左二右六 当然我要再一次提醒各位同学 我在课上呢 其实讲了讲这个东西呢 讲得很明白 讲完之后呢 学生说啊老师我明白了 我觉得啊这个很管用 可是呢 我告诉你 如果你不练的话 依然是没有用的 就是你不练的话 依然是看不懂 对不对 就是说我教完之后 你一定要去大量的去练习 练成一种什么 练成一种条件反射 最后呢 你就能够攻克 这个这样的一个长篇句 好的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往下看啊 左二右六 我们看一些例子 那么名词的 这个所谓的啊 左二右六 它的构词原则是什么呢 就是 限定词加形容 这是一个核心名词 左边能够跟的两种 两种这个这个东西 那么现在六类 它分为什么呢 接次短语做后制定语 分次短语做后制定语 不定式 不定式做 不定式短语做后制定语 然后呢 形容次短语做后制定语 定语从句做后制定语 对不对 然后那个 定语从句呢 做一个后制成分 然后呢 同位从句做一个后制的一个成分 从语言学上讲呢 汉语呢 被称作是什么 叫做中心词在后 的语言 那么 也叫headless language 英文呢 被称作是什么 中心词在前 叫headfirst language 那么因此呢 因此呢 就总体来说 英语和汉语的语序 差不多是 刚刚反过来的 那么这一点呢 一定要去多练习 练习多了之后呢 就会 减少一个 就是这种 语言之间的切换的 这么一个 一个速度 语言的切换速度 就 决定了你的阅读速度 对不对 那大家通常有这样的一个 这么几个阶段 就是第一个阶段 你看到一个句子 肯定是翻译成中文 对不对 翻译成中文之后 完了之后呢 你在 你在 在那个什么 那么也就是说 你大家都知道 有这么个现象 比如我让你读一篇文章 然后你就读了 读完之后 我说什么意思 你说不知道 为什么 就是当时你读的时候 你没有进行切换 不切换 很多同学就不理解 理解不了这个 到底在讲什么 是不是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么当然最高的境界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自然而然的 读到英文 我就直接理解它的意思 但是要达到这一步 说实话 是需要练习的 不是说光理解语法就可以了 是需要大量的阅读 最后才能形成一种条件反射 那么 给大家讲一个非常实用的方法 比如说大家喜欢看电影 对不对 在家看电影 你会发现 如果你看中文字母 上面有个人在演讲 或者是在电影 你看那个中文字母 其实扫一眼就是他在讲什么 对不对 可是你扫英文 好像你在看一个一个字看 为什么 你看完那个字之后呢 看完那个 这个这个 这个subtitle 看完那个那个 subtitle之后 你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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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脑袋在进行什么 语言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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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一个exchange 对不对 进行一个转换 进行一个转换 那么这个转换的过程 因为太慢 所以不可能像中文一样 你扫一眼的时候 他说什么 对不对 那么怎么样来提高这个 就是去练习 懂我意思吗 一定要去练习 好的这是关于左而右六 那么接下来我们呢 就看一个例子 好看一个例子 先看 先看一下第一个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一个主细表一个结构 对不对 主语是boy 那么细动词呢是is 然后呢表语是my brother OK the boy is my brother 我们来首先呢 看到一个句子 首先我们要想成一种习惯 那就是说 我们要找他的名词 因为名词呢 是最重要的一个词 对不对 那么首先我看第一个名词 就是boy 是不是 那么boy 男生 男生 那么他左边就跟着什么 哦发现 也的 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对不对 一个核心名词 他左边可以跟限定词和形容词 那么可以很很快的确定 the 它是一个限定词 是不是 那什么叫做限定词呢 限定词就包括 the these that many the those 等等等等 这些所谓的限定词 你稍微的看一下 限定词的定义 就能够理解 那么形容词呢 我就不用多解释了 大家都知道 形容词是什么东西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brother 那brother是第二个名词 对不对 你看看brother 他的左边显然跟着一个限定词 叫my brother 也就是说 像这个一个 这么一个小 非常非常简单的这个句子里面 它其实也是有名词的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名词的 那么这第二个名词 对不对 the boy 然后呢 my brother 对不对 那么他通过一个意思来联系来 成了一个简单句 就是主席表辑口 所以这个 the boy is my brother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个 这就是我们把它加长 比如说我们首先联究一下 左二右六嘛 是不是 那么boy首先左边已经有限定词了 是不是 那么我们看一下第二个 要研究一下他的这个 左边的一个形容词 那么形容词是什么 我们加了一个词叫做cute cute cute是什么意思 叫做可爱的 对不对 但是整个的句子就变成了 the cute boy is my brother ok 那个非常可爱的男生 是我的哥哥 那么这就是左边 左二右六 就已经有了 是不是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再加一个 借词转语 就是后知定语 借词转语 我们能不能说 the cute in blue jeans boy is my brother 说那个穿蓝色牛仔裤的 可爱的男生 是我的哥 能不能 不可以 对吧 这就违反了这个原则 是不是 那么应该怎么讲 应该说 the cute boy in blue jeans is my brother 对不对 就说这个 穿蓝色牛仔裤的 那个可爱的男生 是我的哥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研究一下 刚刚我们已经讲过了 当你看到一个句子的时候 首先第一步是找什么 对 首先第一步是找什么 首先第一步是找核心的一个名词 对吧 那我们知道核心的名词是boy吧 那么他左边跟了一个什么 跟了 左二右六 是不是 跟了左二右六 the 限定词 cute 形容词 那么后面这个 in blue jeans 就是切词短语做后置定语 翻译的时候呢 把他提前就可以了 把他提前就可以了 那么怎么怎么怎么 就是说 那个穿着蓝色牛仔裤的 可爱的男生 是我哥哥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翻译的原则 那么如此 练的时间多了之后呢 自然就会加快 阅读速度 是不是 好 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 是第一个 切词短语做后置定语 那么第二个呢 是一个分词短语做后置定语 是不是 分词短语做后置定语 看一下这个句子 说the cute boy wearing nothing is my brother 这个家伙爱好很奇特 他喜欢什么都不穿 那么现在大家知道 已经知道如何来 这个 现在已经知道如何来翻译了 就是先把幼稚的部分的提前 那么叫做 什么都没穿的 男生 对吧 什么都没穿的 男生 什么都没穿的 那个可爱的男生 说个 是不是 这是第二个 叫第二种幼稚结构 叫做分词短语 做后置一个定语 那么第三 我们来看一下 the cute boy to do what he likes is my brother ok 那么to do what he likes 是一个不定性结构 就是想为所欲为 想做 想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 那就为所欲为 就是那个为所欲为的 可爱的男生 是我哥哥 就很溺爱 好 那么这是一个不定式 做后置的一个定语 是不是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再看下面一个 第四来 the cute boy smart enough is my brother 那么有同学说 老师 这个smart enough 这两个词 也不就是形容词吗 是的 它是形容词 可是形容词 叠起来两个以上呢 就是我们要 形容词短语呢 要放到后面 我们不用说 the cute smart enough boy is my brother 那么在口语当中 这个可能免钱能说过去 可是我们知道在 稍微严谨一点语法里面 这个是不能够这么讲的 是不是 好了 那么the cute boy smart enough 这smart enough 要放到又是 翻译的时候提前 就是足够聪明的那个 可爱的男生 是我哥哥 好 这是第四个 那么看一下第五个 第五个呢 说the cute boy who can speak perfect English is my brother 好 那个可以什么 那个可以说一口 标准的 完美的英文的 那个可爱的男生 是我哥 那么我们去看 这个地方一个定语从去 who can speak perfect English 他做一个修饰的成分 整个来修饰这个boy 放在他的后面 是不是 也是一个幼稚的一个结构 那么 放在右面 左而右六里面的第五个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 右六里面的最后一个 叫做 这个同位于从去 同位于从去 做一个幼稚的一个部分 the suspicion that the cute boy is his brother is true 那么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suspicion 什么叫suspicion呢 叫做怀疑 我们怀疑呢 那个很可爱的男生 是他哥哥 那么这个怀疑是什么呢 是正确的 是对的 那么整个的that 就是做suspicion的一个 同位于 那么如何来区分 同位于 和定语从去呢 很简单 我们就看一下这个that 在这个句子当中 做不做成分 那么看一下后面这个句子 the cute boy is his brother 是一个明显的 一个完整的句子 that 是不做成分的 是不是 所以它是一个同位于从去 而that呢 如果它是个定义从去的话 它必然在句当中 充当一个成分 是不是 那么它充当什么成分呢 它充当 要么是足语 要么是病语 是不是 那也是这样一个概念